为因应暑假的运动旺季,体育署除了先前延长动资券使用期限到8月底外,今天继续加码推出1000元的动资健身券,只要民众从18日起上动资网登记,就有机会中签到健身场管动资以下。 体育署新闻稿指出,因防疫考量,防疫中心在今年4月22日规定,要求民众需完成COVID-19疫苗第三剂接种才能前往健身房运动,而这项规定一直到5月27日才放宽,要没打满三剂疫苗者,还是可以戴着口罩去健身房运动。 体育署决定加码1000元动资健身券,主要是帮助在那段时间内受三剂令影响的健身场管业者,同时鼓励民众在恢复正常生活及兼顾防疫下,可知健身场管动资以下,促进健康也协助运动产业振兴。 根据体育署的规划,只要存在区域振兴五倍券共通平台,完成勾选动资券参与抽签之民众,无论是否中签,皆可从7月18日上午10时至20日24时至动资网登记,若登记人数超出30万名,体育署将22日上午10时抽签,并于动资网开放查询抽签结果,中签民众将可从25日起领取健身券至健身场管使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